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要感谢我们永续关怀协会 所有评审对我们新北市交通局 所完成的林孔转运站一个肯定 给予我们一个国家建筑金奖 这样的一项荣誉 我想林口转运站是在配合国家重大建设 林口交流道的施工期间 跟未来因应林口国际媒体园区开发 完成以后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 公共运输的转运节点 这个转运站我们以轻量的量体 跟绿能永续安全的概念 引进到建筑的一个环境 做好人本的一个设计 我相信未来整个地区公共运输的发展 会因为这个转运站 而得到更多的一个功能性的服务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在整个面对地区的交通 公共交通的所需要的一个环境 能够更提升我们的公共运输 在林口人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